在剛剛一個精彩話題裡頭的話 從一個短群子開始 雖然今天大碟的情況之下 還是要談笑用兵 那麼所看到的是說 這個行情 這個不景氣 會不會延續下去 到底有多少的惡化性程度 那麼剛剛在凱文部分的話 已經是點出說 這些比較擔心 比較惡化的一個現象 現在在中璇部分 我們所知道說 中璇它並非是看到這個行情 而是說這個行情 如果出現回測的話 而且距離跟空間 而且買盤出現價值的情況之下 還可以有買盤前進機會 你的期待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看說 今天的一個台股 重挫的一個架構當中 其實投資朋友 如果仔細把這個 漲幅跟跌幅的股票分開來看 你會發覺跌的股票 有很多跌是 真的是應該要跌 它的財報真的很難看 比如說像宏達電就好 連吞兩支的跌停板 到明天禮拜買盤 又比較弱的狀況之下 搞不好第三支都有可能 可是中璇我比較擔心說 它的財報發布的出值也不錯 結果跟著都跌 那好的跌壞的也跌 好的也有跌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必須講說 如果你從整個第三季來看的話 通常這個今天 九月份開出來 成績不錯的 第三季 通常整季加起來 一定表現都比較差 它才會跟著一起做下跌的一個動作 比如說像是在整個人保或偽装 就是NB代工族群身上 我們看到九月份營收 都已經開始逆勢 走成長的一個階段 但是沒有辦法 十月份要公佈第三季報 一開出來的話 哇這個開快不能看 前面這個七月八月出貨 對衰退的一個情形 到現在還要算總帳 所以股價就開始往下做跳水的一個動作 但是投資朋友要去展望到說 未來第四季的一個層面上面 第四季上面 在下有Windows 8 還有很多公司有接到特定的一個平板的訂單 業績營收還是相當的一個不錯 比如說像4938的合作就好 今天股價一樣有辦法逆勢穩住 持續往上攻 為什麼 九月份營收創下歷史以來的新高 那其實我們在看喔 投資朋友來到這個地方 你在選股票的時候 大盤即便在滑落的過程當中 不要忘了這次外資買相當多 有很多避險的基金 事實上他們一樣在檯面上一直在追求 所謂極欧的一些個股在做布局 比如像我們今天看到說 在聯發科的一個部分 好 中學你做到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也擔心說提到外資圈喔 外資圈 沒錯 它現貨部分看起來 站在買方位置思考 可是在期貨部分呢 已經是轉空了840口喔 今天的送禮 我們馬上就給大家報告一下 可是呢 這話題的開始的話 也牽涉到一點喔 來看到兩張的一個內容 這兩張內容呢 來看一下歐銀 抛售4.5兆的美元資產 來看一下 這個壓力會不會很大喔 包含什麼呢 IMF的事情說 全球金融是穩定的喔 只不過風險在不斷的上升當中 導致信心處於非常的脆弱 決策遏止 違機承諾如果跳票的話 歐銀恐怕得拋售4.5兆美元的資產 另外一點來看一下喔 南韓央行宣布降息一馬 這個宣布降息一馬這樣的動作的話 就像護盤一樣喔 是不是因為違機檢訓都存在 包含在我們國內部分的話 一而再再而三 積極的 即時的 希望做到那個 有感的一個付出力道 或緊急刺激的一個動作 基於國內經濟疲弱不正喔 而且全球經濟掌握不低迷 調降基準利率一馬到2.75個百分點 幅度普遍伏估市場的預期 而且自7月起到現在已經第二度的降息 來副總 期貨部分已經轉為空 但來馬上也要秀一下 在今天期貨操作上的一個動向 你看法 我想其實上禮拜我們來節目的時候 就已經提到 其實我們可以 大家都可以看到 之前這個外資的現貨是一直在買超 可是為什麼這個期貨台子期的多單 一直停滯不前 所以跟以往不一樣 以往真正的是走多的時候 外資買現貨的同時 他一定會同步的買進了期貨多單 而且是持續的增加 也就是說會達到什麼 他現貨賺他期貨的也要賺 可是這次比較特別說 航期在往上拉的過程中 他的台子期的多單沒有增加 反而是逢高再做一個調節 另外一個部分呢 上禮拜我們也提到就是說 在這個摩根的衛品艙爆出了20萬口以上的 相對的大量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各位把時間回推到 今年的這個3月份的時候 3月份的時候在81008200 這個行情在這邊的時候呢 外資的這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 摩根的衛品艙的這個進口數 也是爆出了20萬口以上的大量 副總補充一下 外資宣間台子期空運大陣 加空6000口 5999口 這個動作也非比尋常 這個動作那麼大呢 我就會更加的擔心 就是說 當然今天指數的時候 回測到這個季線 大家知道說季線就是中多一個支撐 一般來講季線呢 他不容易一次破 但是我們也不要排除說 他真正的就明天 或者這個最近期就往下持續破 把這個中多的格局也打壞了 因為我們看到說 今天外資的動作 又這麼大的 將他的部位做一個加空 代表什麼 他可能也在做一個 我們所說的 資金的這個側移或轉換 因為我們剛才所說的就是說 我們之前提到說 這次Q13他的實施 他進一步引導了這個美元走弱 結果這亞洲貨幣就升值嘛 那亞洲出口已經不好了 出口已經不好了 這些央行的頭摸在燒 怎麼辦 台幣一直升值 或者韓原一直升值 這些出口國家都很慘 所以你看 韓國今天採取了降息的手冊 雙率政策 你匯率沒辦法救 那你只能去救利率 就是用降利率來去做 副總說到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在副總的部分 他不只是奇幅分譯師 也是證券盤分譯師 來看一下電子股弱勢側的氣線 我個外資看法 後市上的看法 到底要怎麼看 來看這個 銳信預估台達電第四季的話 營收拉回幅度比較大 賣格里野村 接調降目標價獲利了結 正在台達電部分 今天吞了一根跌停板 台達電 整個感覺還在發力多而已 那不是這樣 台達電的部分 股價表現差異這麼大嗎 再看一點 美齡開槍大將 台積電平等到列於大盤表現 銳信接力調降 平等到中立 本一筆也是有過高的疑慮 針對台積電 哪怕你只是台達電 連台積電也是一樣 野村看空 宏達電第三季跟九月份營收 會令市場失望 市場拉貨不如預期 產品或研發無亮點 第二季又是電影版宏達電 看下去 外資看正威營收 連三個月創作新高 還是不夠好 未達美齡跟巴克萊的預估值 後事還備受關注 正威成長力道也不小 什麼叫做好 成長力道還不小 情況之下什麼叫做好嗎 巴克萊看淡本季PC的出貨量 Win 8的需求不明 新機延後推出 iPhone5平板分十商機 好 裡面看到Win 8也好 Applebook也好 iPhone5也好 iPhone5現在連蘋果自身 會不會難保 現在所擔心的 是一個危機跟警訊 所有的科技產業裡頭 紅達電 台積電 甚至在台拉電 正威 甚至在宏准的部分 當然這股價看起來相對偏弱 而且營收數字的話 是一個比較大幅度成長 那麼什麼叫做好 還可以期待在哪一些身上 副總你剛剛所提到的 是從這個期貨的小度出發 你也是在現貨這樣的證券分析師 所看到電子股這個弱勢 投資大宗重量級的比重就放在科技產業身上 還能夠期待呢 我想電子股在這個9月份營收公佈之後 下一個要擔心的就是他這個季爆的一個公佈了 因為我們知道說台幣從30.2升值到這個29.2多了 所以大概升值了這個3個percent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股價慢慢在反應 接下來的季爆的一個產生 這個季爆呢 就是說這個在匯損的部分呢 可能就會慢慢的一個揭露 那這個揭露部分就要特別小心了 因為真正到時候這個財報冒出來 有時候真的會讓人家嚇一跳 那第四季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再看 這個看起來並沒有說特別的一個 殺手級的一個產品來產生 iPhone 5的這個雷聲大有一點小 那Win 8的部分這個需求看起來也不是很明確 那上禮拜我們也說了這個NB換機槽 我說我NB換這個 我自己的這個notebook用了四五年都還沒有換 所以這種換機槽的這種的效應 我覺得也還是要打上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號 所以電子的部分呢 我們建議還是比較保守 那比較安全的可能在這個金融或者是傳產 好這是副總的談話 凱元我們剛剛所提到說 在科技產業部分擔心是一個壓力 而且借券放空的部分的話 包含現階段的空單部分的話 高達四百一十萬張這個空單這樣的一個動作 擔心壓力會很大嗎 在你談話之前我們再來看一下 絕分的營收不如市場所預期 電子的旺季恐怕是一個不旺的情況 一開始我們是從一個輕鬆的角度做切入 從短圈裡頭來看待這個景氣上的變化 現在馬上切入是一個比較嚴謹的話題 這科技產業的部分還可不可以期待 營收表現不錯 甚至是一個暴衝的前提 在數字的情況之下 竟然股價還是要做出一個大力回測 絕分的營收 進五個交易裡頭的話 漲幅先把科技內股市列出來 法人圈看起來很多都在賣 少數買的台積電三萬兩千六百六十一張 這是少數買 人保法人圈的部分的話 進五個交易已經賣超有三萬八千八百多張 甚至連點也賣超兩萬一千多張 這頭融資又在增加 列率出來的話 法人賣融資增加 甚至是一個下跌情況之下 我們告訴大家 拜託拜託 一定要 擺脫這樣的一個宿命 不要你丟我減 大家拋作出來的股票的部分 融資通通都在增加 這一點一而再再三叮零給大家 借券放光的數字在這邊 再看下去 絕分營收月增的地方也在這裡 好 那麼 凱員部分 想聽聽看給觀察 針對在科技類股身上 甚至於現在電子類股當中的話 可以期待什麼股票呢 蘋果乾鯉股身上嗎 iPhone有提示在嗎 甚至於在Win8也好 Archopook也好的話 一而再再而三被打槍 認為都是一個比較Locker的一個題材 那麼 還可以期待在哪裡 現在iPad mini的部分的話 是重點嗎 是的 我想來到今天 其實很多iPad mini的個股 有在進行所謂上漲的一個動作 老實講 我還蠻擔心的啦 我還蠻擔心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iPhone5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已經得到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教訓 也就是說 iPhone5出來的時候 當大家去拆解 一隻iPhone5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到了所有毛利率比較低的 都是台灣在做 好 重點來了 iPhone5跟iPhone4s的一個部分 售價一模一樣 結果成本比較高 來 大家稍微想看看 怎麼可能這個毛利率往下降的一個過程裡面 是由Apple下去進行承擔 一定不可能 一定是由台廠下去進行承擔 因為以Apple過往的一個經驗 基本上它都一直在培養所謂第二供應鏈 了解 凱員我們把握時間 在這當中的話 你看法是相對比較保守的情況之下 可不可以有相對樂觀期待的一個重點 有沒有 老實講 目前我看不到 傳產股可不可以 傳產股的一個部分 反倒在所謂的鐵工機概念股 我認為短線之上 大家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包含水泥的一個部分 包含所謂鋼鐵的一個部分 我認為來到近期 其實各國的一個政府 拼命的在進行所謂的 增加政府支出的一個部分 在進行所謂救市的一個動作 所以短線之上 或許以機器相對應比較低 以存在題材的一個情況底下 或許這樣 金融呢 金融的族群 其實我真的還滿看空的 因為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外資放空真的很多 來到目前為止 大概已經累計了 大概有4500口左右的一個水平 如果用1比5的一個換算比率 它至少光光空單的一個部分 就已經佔了2萬口以上的一個水平 等於說來到目前為止 外資根本拼命在放空金融 大家為什麼要跟它作對 好 凱原 你剛剛大潛林針對國際上的看法 或針對指數部分的話 是一個比較看法保守的階段 電子大軍力也看保守 金融股也是一個看空的情況之下 你的鐵工機真的有用嗎 我認為或許力道會比較少 但是至少就風險性的程度 因為它比較抗跌 它今年以來都沒什麼動 它沒有什麼動的一個情況底下 基本上它能夠跌的幅度 我認為也會相對應比較少 大家能夠去掌握的一個防守點 也會比較好下去進行掌握 所以從極短線來看 我認為與其去追逐那些所謂高基期的 大家還倒不如去布局一些 比較低基期的一些個股 好 在剛剛前面在 從中璇這個凱原部分 跟副總觀察當中的話 是在偏保守的角度來看待 那麼中璇部分的話 你這個多方其他部分的話 你把重心放在哪裡 剛剛所看到在科技的股身上 不管是空單的張數也好 既然放空的張數也好的話 甚至於外資圈做多的企圖 它天下礦手就受理了 到底買牌部分還能不能再積極前進 可是呢 先看到它的空單 今天一口氣增加5999口 加起來已經超過6000口 再來 其實我覺得等一下三點左右 要公布的這個 三大法人買賣超的部分 將會是一個重點 其實既然它這邊放空這麼多 我們必須講說 確實這個趨勢來到這個地方 可能會出現比較大的一個疑慮 尤其是今天要破了季線 但是我們會建議說 投資朋友如果說 面對到這個行情 極速的一個拉回過程裡面 我們建議說 你還是要盡量去找尋一些機優生 未來第四季有機會 營收持續越增長的個股來做布局 比如說像剛剛說 講到iPhone5 可能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沒什麼亮點 沒什麼爆點 但是我們必須講 iPhone5裡面 投資朋友 如果你去觀察毛利率比較高的 已經不是以往做像是這個螢幕 或者是鍵盤 或機殼 是開始轉向到做連接線的題材 也就是2392的一個震威 有辦法營收連續三個月創下新高 確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來到這裡 我們看到營收稍作停頓 已經股價稍微往下 在做這個彎頭的一個現象 我們就建議說 投資朋友來到這個地方 你不一定要直接面對震威 來做這個硬碰硬的一個布局 你可以去找說 像幫這個震威做代工的 他旗下子公司 3501的這個所謂的一個 微洗的一個部分 他營收一樣 今年有機會賺到5.2元 這個營收也是持續往上做增加 這股價拉回來撞月線 這有沒有多頭排列 也是還在多頭排列當中 另外我們也可以注意一下 通路下游通路的一個部分 你說iPhone5賣得不是很好 也許 但是在下iPad mini也要上 連續兩棒強打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看到今天通路族群 股價表現都相當不錯 包含6145的金融 這也是股價拉回來 靠近月線開始做強而有力的反彈 另外我們看到說6298的威強 人家轉投資紅優3C 大陸布局也很順暢 今天股價一樣也是收紅 也是相對於大盤來講 表現更加強勢 它一樣技術線型都是在月線附近 所以說來到這個地方 不是沒有股票可以選 而是說你要去找到說 未來營收有機會持續往上做成長的 個股來做布局 好 中選 同樣的 我們剛剛用一個比較細例的問題 來問的凱元 剛剛所提到說 如果大前提從國際股市上變化 包含在電子大軍部分 包含在金融內股身上 如果全面都是一個保守 甚至看保留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的這些少數的個別股提災 甚至子公司 甚至小型公司 具備爆發力公司的話 這個買盤還能夠計前進嗎 那麼投資上眼光所著力的一個重點 看的是短線就有爆發力 還是說趁著利空測試大跌 或者是買盤可以有浮現價值情況之下 買盤前進 看的是一個長線投資 我今天說投資朋友來到這個地方 你要趁著拉回的時候 找到他的投資價值 再來做切入布局的一個動作 因為在整個大盤現在 如果說未來這個 你看像外資期貨空旦大增 那也許等一下三點出來 這個外資統計是大賣的狀況之下 市場上面對於說之前一些 比較偏向空放言論 已經開始有一點警覺心了 現在看到說真的是這樣的話 預期心態狀況之下的話 這個大盤追殺力 然後開始更加的一個兇猛 尤其是如果統計這個 從八月份以來到這個現在 整個融資的增幅高達9% 如果你像回頭過來看 八月九號那個時候 融資波段的低點 當時的一個台股的價位 在7433點 跟下一筆一模一樣 但是融資增加9% 這些餘額如果到時候也是 失望性賣壓反手倒出來 是 台股還有持續往下 也是壓力的一種 對 好 非常謝謝三位 我們準備要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繼續鎖定這個賺大錢擂台秀 賺大錢擂台秀 如果這個禮拜推出以來的話 開始喔 前兩天開始的話 空擔進場伺候的機會 今天當然看起來 就吃下這個定心丸了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 還是從這個短群的話題開始 就是說 轉換一個心情 對於眼光 對於這個看法 應該是要更犀利 但是你準備的功課 應該更卯足全力來做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